我自己去到其他地方 不過我想歸根究竟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了解到Billy你不是大廚 為什麼會傾向做了這門生意 你不是炒菜煮飯 多數是煮飯的人炒菜廚師 去做這行的 不用怕 不用怕被人撬起 其實已經說了 你說我懂不懂住 我是懂的 但我是不去煮 欠去 為什麼呢 其實我做了三十多年 我做了三年了 我剛剛來英國的時候 來英國讀書 我姐姐我過來讀書 然後她本身 我兩個姐姐本身都是有餐館的 一來到英國 你說一來到英國就真的要洗碗了 我第一天就開始洗碗了 三十多年前 一邊讀書一邊做黑工 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了 那些 你自然會看得多了 煮東西那些 慢慢姐姐就會說你試試炒飯炒麵 慢慢慢慢其實我來了英國大約一年左右了 我已經開始炒菜了 已經開始炒飯炒麵 然後她另外又開外賣店 我又幫她打理 其實這麽多年 就是如果那個廚師走了 你不起的 你都可以炒菜 那如果就算真的有廚師走的話 我也是可以應付得來的 但我盡可能不想自己再下手去炒東西 那大部份廚師來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我會炒的 就是我現在請了那些廚師他們都不知道我會炒 他們都以為我只是做外面檢查 接下餐等等 那我就會知道他們行不行 一看我就知道他做得到 就是管理層 我不需要下手下腳去管理他 讓他司機有事有自由發揮程度 但也會知道他行不行 你明白嗎 如果不行我也說你可能做不到 就是管理層不需要開麥克風 除了大班之外個人興趣 他喜歡炒飯炒麵 那就比較 不過Billy 你站在前線的櫃位 是不是那個作為外賣店的PR工作 都要很好 老闆和顧客 其實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都很重要的 就是跟他們聊天 天南地北聊天 社交 介紹他們吃什麼吃什麼 嘗試新東西 雖然是普通的網民說 中式快餐店 都是不是這樣 冬檸檬茶 反而你們在英國那邊 就要社交的技巧要好好 沒錯 其實說真的 你一個地方有很多間 外賣店不是只有這一間 如果簡單來說 你所說的 客人吃一個揚州飯 每個揚州飯都是一樣的 每個家都一樣 其實沒什麼很大分別 炒飯炒麵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跟客人熟悉的話 你會不會有一種叫歸屬感呢 他走來和你熟悉 Hello Billy Hello你跟他聊天 問一下他今天怎麼樣 他會有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你明白嗎 他都會多些回來那裡 你去了旅行了 突然間兩三個星期不在了 他就會心裡動 我去了另一間都不同 聊天 他都會回來 已經叫做熟客了 所以就這樣 如果這些東西不是太過分的話 大約差不多的話 他都會回來的 就是這樣做生意 沒有辦法 剛才說到 譬如我跟德哥很想搞外賣店 就是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那我就來搞 那又不想 你知道申請牌照 和重新裝修 又要錢又要時間 你租了一間店 要等多久 很久的 其實如果你為一間店來裝修 你要等政府批 你要等那個衛生條例 消防 跟香港一樣 很多很多事情 你沒有回六七個月 最低 就是把蠟燒 你都不要想著 你開一間店 那我就想著頂手 剛才你說 拿出來頂那些 其實都是不一定是差的 那他什麼原因會頂給人 其實現在你留意一下 很多我們香港人 二十幾三十年前 很多走過來英國 那他們已經做到很多年了 他們其實已經 我們叫做穩救 他已經夠了 穩救了 那他要賣 英國其實那個市場 就挺黑雜的 因為你認識的比較少 那你要賣的時候 可能你會跟親戚朋友說 那些之類 那所以有時候 他們趕不及退休 有些人比如說退休 或者他自己身體有問題 真的做不到 那他又請不到隨私 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把一間鎖門 鎖門之後才賣出去 那剛剛遇到有人來問 那他就告訴你 我以前是做一間生意的 現在沒有辦法 當我想頂手現有一間鎖 說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好不好生意 我不會選的 哪個浮我都不知道 就是這裡輕用浮這個字 我真的在香港也很想浮這個字 就是哪個攤 哪個市 我都不知道什麼地點好的 我去到一間外賣店 我想頂手 我又想看看好不好生意 我有什麼秘技方法 這樣吧 如果你那間外賣店 是本身在做的 還是在運作的 那個生意 那我就 其實以我自己的專業來看 我就有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我就會星期四 下午大約3點多 4點左右 那我就會去那間外賣店 跟那個老闆聊聊天 為什麼呢 有時候他們如果開午餐的話 兩點鐘就休息了 對不對 那三點至四點最方便的時間 可以聊天 聊天 聊天之餘 我會問他們 你大約做四十一線生意 他們通常都會說 我做多少多少多少 那我就很有趣的 我就聽完之後 我就想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地方 就會打開那些冰箱來看 打開冰箱來看 看看有些貨 有些貨還不足 因為你星期四 通常就是預貨的時候 給星期五、星期六 如果你能夠打開冰箱 看到他很多貨 責滿了 或者有足夠的貨 在那裡的話 你就知道他大約做多少錢生意 那為什麼 打開冰箱要看哪幾種貨 其實有時候 芽菜他會星期五才送來 那這些就很難說 但你也會有個位置 給你放菜的地方 對不對 其實很多肉 你本身一定要準備好的 要做一定準備好的 那你就要看 多不多肉 古佬那些站夠多不多 那樣的東西 如果我想頂手一間店 現成的外賣店 的話 我就要選擇星期四 下午的時間 過去跟那些員工 聊天 聊天 星期五也是好 之後拍下他的生意情況 然後揭開冰箱 大約就知道 究竟是否 他想交盤數給你 有沒有錢賺 那如果打一個冰箱 如果是空氣或者小貨 根本上 他根本五星期六 最高峰期 都不是沒有生意的了 那你就不要頂了 無論他交一盤數給你 什麼都好 或者星期五就更加好 如果你能夠星期五下就去 今天最完美了 不能走路 但大部分星期五六 說的話 人家都沒有空來 你明不明白 就是你會阻止人家做事 星期五六日就是一個黃金的外賣銷售期 黃金是四端 星期五一定是黃金時間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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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一定會忙 網民又問 為什麼會做到11點 這麼晚都有人買外賣的嗎 不是的 有些做到11點 我做到10點半而已 倫敦就更加做晚一點 但是倫敦就不是倫敦 因為有夜客 倫敦就做到11點 沒錯了 鎮仔也做到11點 大哥 有些做到11點 但是你想一下 那些時間是白開的 白浪費時間 我就不會因為為了一個小時做一個客 我就呈現做一個小時休息 陪家人自己休息一下更好 因為你英國都開支要燈油果納 對不對 我看有很多外賣店 其實五點多到六點鐘 其實都已經很忙 很多人下單 是不是真的 下午 我們叫做Tea Time Tea Time最忙的時間 是5點到8點之間 都是Tea Time 5點到8點 不是喝茶那種Tea 他們叫Tea Time 這段時間是最忙的 那德哥你準備好些錢嗎 準備好就可以過來 準備好 先去一間 看誰做介紹 請Billy做大主 馬上過來炒飯 德哥還有沒有問題 開這個外賣店 有啊有啊 通常外國人 就是外國人 喜歡喝啤酒 是不是那些炸魷魚啊炸什麼的食物呢 他們很流行買來 然後拿著啤酒啊 然後到處去喝去吃 他的生活習慣 OK 這個 其實外賣店很多都沒有賣走的 英國 他在隔壁七十幾都沒有賣走 他在隔壁七十幾都沒有賣走 超級市場賣 他在隔壁七十幾都沒有賣 也有 也有 他如果是這樣 你自己叫做送外賣 就是他訂購很多餐 拿回家裡自己吃 他自己買什麼飲料 就這些就是他的事 是的 但是我也說了 鄉口的東西一定是好賣的了 就是炸的鄉口一定是好賣的了 炸的鄉口一定是好賣的了 炸的東西你們會不會用萬年油 香港很流行萬年油 大陸是太陸 地球油 其實英國政府也管制得很厭的 他都會知道你有沒有複製的油 就是油用了之後 他一定要找一個桶裝 有其他公司來收回的 他們也挺厭的 還有我本身就不會說用萬年油 沒必要用到萬年油 是不是 通常用多久呢 那些油 兩天左右就已經OK了 大部分都是這樣 已經是不停地換油了 明白 所以也不會說太過髒 那有沒有食肆真的不停地用光油呢 很少會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也好 聽Pini所說 他又早上下午又不開 晚上好收半個小時 很懂得享受人生 但是香港那些創業家 企業家開茶餐廳 如果一開了店有名 立刻開分店 分店最好兩三間 四五間那些什麼 六一六 一有名之後 立刻再開 他又博多一間 怕錢賺不夠 兩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間 然後上市 在英國那些外賣店 會不會 Pini 會不會在這裡開了一間 你反正做管理 在譬如去 遞國 Ysbond那裡 又開一間 或者其他扶仔 又開一間 有沒有這些趨勢 會不會多的呢 亦都有的 亦都有 有些人 他會開完一間再一間 再一間 再一間 都有 一定是有這些人存在 但是我也說 如果你過來英國 你有兩種想法 第一 你是打算創業 第二 或者你是為了生活 那我自己就是為了生活 就不是為了創業 如果你為了創業的話 就好像剛才你所說的 我開完一間 我能夠應付的 我再開第二間 第三間 第四間 沒問題 因為你的心目中 是打算創業 是對的 不會錯的 那如果你打算說 我為家庭的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去創業呢 如果我就是為了生活 而為家庭的 那家庭大過創業的話 那就是為家庭多一點 是不是 你工作之餘 你經常都說享受生活 那有什麼生活呢 英國 你介紹給我們香港 玩得爆 OK 香港就比較多之多才 其實香港就好像很多卡拉OK Disco 那些 不是Disco 卡拉OK 喝喝吃吃都很多 一家人出去都很好玩 那英國呢 注重就是叫做 我們的環境 英國呢 你也知道很多海邊 很多 就是那些地方 那些都很大很美的 那我就喜歡反而 喜歡這種優靜的環境 就帶家人去海邊 有時候釣魚 捉蟹仔 或者去比較遠一點的山區 森林 走走走 都是一種很好的 或者踩單車 都是一個很好的家庭樂 我覺得 就不是說 比較喝喝吃吃的那種的一家人 那就看一次 視乎你自己喜不喜歡 你喜歡熱鬧的地方 或者你喜歡休靜的地方 是的 倫敦 多姿多彩 倫敦多姿多彩 倫敦多姿多彩 但如果你帶著一個 又大又小的小孩子 去逛街 那你覺得開心嗎 就是 人多的地方 帶著小孩子 例如說 我們去香港 你拖著一個大小的 推著一個小的 你帶他去商場走 其實他們小孩子 是覺得開心還是不開心嗎 你明白嗎 如果你帶小孩子去海邊玩 他會開心一點 或者帶他去公園玩開心一點 還是你說帶他去商場 去吃東西 吃東西 就回家 但是視乎你們自己的需求 那就享受這個生活 對大自然的生活 Billy Billy 你移民了三十多年 有沒有感受到被歧視 就是外國人英國人歧視你 Billy仔Billy仔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有兩種 一種就是 如果有一種歧視 叫做恐嚇性的歧視 你去到哪個地方 譬如說他會恐嚇你 罵你想打你 那種歧視 或者一種叫做口頭歧視 口頭歧視 我將來分析兩種不同 口頭歧視 就是比較mild的一種東西 其實譬如說這個小孩子 一個人 一個鬼頭 一個外國人 我們叫外國人 我現在說他做鬼頭 我已經歧視他了 我說一個印度人叫做阿叉 其實我是不是叫歧視他 而他有一個人叫 我們中國人叫做Chinese 或者叫另一種名字 叫Chinky Chinky當然不好聽 Chinky 就是清朝 清朝 清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 他們叫做清 現在已經很少這樣叫 即是你老一輩就聽過 是的 這些其實他有時候說了自己的意思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只會知道 或者說做一個樣子 整隻眼睛拉了一條線 這樣 是的 是的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他其實 眼小 是的 是的 有時候你說話 譬如說你兩個中國人說話 你經過一個外國人 他聽不明白 他也可能會說 這樣 這些其實都是歧視 但我覺得這些叫做 不是很嚴重的 其實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他只是一種嘲笑的一種歧視 但另一種就不是了 另一種譬如說我坐在車裡 這個位置是我的 即是那個外國人坐在車裡 你坐在你旁邊 他不喜歡 他只想眼神看著你 想怎樣弄開你的歧視 那些就嚴重一點 也有些 有的 是有的 但你想怎樣 你在外國 有些你分不到 舉例子 你去咖啡廳那裡喝東西 有兩個位置 他自己坐在那個位置 他就不是 但是你想坐在對面 他覺得你這麼多位置 怎麼會坐在對面 就是 可能有一種 不知道是敏感還是什麼 他覺得你不要坐在對面 是的 沒錯 所以你說有沒有遇過 一定是有的 這麼多年來一定是有遇過 但我通常不會放在心上 因為如果你經常想著自己 他受其事 你自己心理都不喜歡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放開一些 當他燒一燒 他又沒有打你 又沒有什麼 所以我就會用這種心態 來對付這些歧視 不是說不行 如果他超過了那種 譬如說 譬如說我現在在吃東西 他突然間走來罵你 就是用很不好的東西來罵你 叫你去中國 我反而會比較 我可能真的會跟他說 叫他你最好收聲 要不然我可以真的報警 你現在在種族歧視 即是可以報警 真的可以報警 現在英國政府對於種族歧視 是很注重的 其實對於我們中國人的保護 其實都很多 最重要是你自己看看 會不會在不同的區裏面 可能 其實不是的 各個區他們的警察 他們有一個守則就是人人平等 你不報警這件事 他就不知道 當你報警的時候 他要跟進 就是這樣 明白嗎 這個就是外國人同理 你自己本身 Billy 三十多年來 你會是 一群香港人 一群中國人 一起玩 有沒有那些 奇哥經常說 香港人在英國社群 那些什麼 承特會等等 又一起 有 有的 一樣有 好像自己教會那些 很多活動 每個星期都很多 都是聚賣香港人 是的 很多很多華人活動 都會有存在的 尤其是倫敦那些都有 我們就算佛仔 去Brighton 都會有那些教堂 中國人的教堂在那裡 所以其實你不是說 真是很獨立 一個人來到英國 我自己一個中國人 不是的 你找一找 上網 都很多中國人的團體 那些 都可以幫到你 是的 我昨天都在群組裏面 又拆了一支出來 就成立了香港人生活在 Success 我自己覺得 是搞手來的 是的 所以是很多活動 自己集中 我們大家 香港人一起 都是有的 是的 有什麼事 大家都可以大家幫助 現在食肆那方面 吃市 在英國也說 疫情也很嚴重 你們開外賣店 有什麼防疫的工作 和顧客一起去做 口罩一定要戴 上班的時候戴口罩 或者戴手套 還有很多客人進來的時候 都要戴口罩 香港地有幾個群組 就是茶餐廳群組 就是估計 或者我說 廚師的後果 因為你知道很熱的 他們避免拉低了口罩 來弄東西 或者吃煙 於是 就是估計 有些傳染的途徑 那你們廚師會不會這麼熱 你都會規定 千萬不要脫下口罩 很大件事 其實怎樣說 在南英國裏面 如果你要管理一個廚師 譬如說 他炒到深水深海 口罩你都不讓他脫出來 真的乾了一點 如果你 我不熟悉這個 這個病毒是怎樣 我知道好像說 連手碰到的地方 你都是有感染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 他整身頭髮 手 腳 碰到一些食物 這樣 那 那一樣會感染到 對不對 其實很難說 很難的 真的 你要控制每一個人的衛生 你真的 你要24小時看著他 這樣 好 麻煩了Billy 麻煩了 起碼 是 麻煩了Billy 起碼有些收藝 應該是引快燒的 是 這個都會保護自己 有機會 奇哥記住 叫Billy幫忙拍一拍 他的生活片段 去哪裏踩單車 去哪裏接觸大自然 這些生活 都是香港人 很想一起去哪裏 不要整天都去 倫敦那個什麼 海德公園 倫敦那些看法 可以看看Billy有什麼好介紹 去到接觸大自然 因為香港實在沒什麼大自然 香港一去交易公園 就人山人海 我相信英國的公園 或者其他去接觸大自然 綠草魚因 樹木 或者蟲鼠 或者餵鴨等等的情況 都是一些很好的 星期六日 或者其他假日的好戲活動 謝謝Billy 謝謝Billy 我們待會有奧地利人 來跟我們說移民奧地利 究竟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好處聽說 有些秘笈說給大家聽 待會見